12 pro max 那个128G的 要有锁还是无锁的 无锁的 是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雪亮 今天跟一个粉丝老哥约在华翔北正门见面 他要找一台12 pro max 12 pro max 那个128G的 要有锁还是无锁的 无锁的 是吧 那我就直接带你去找无锁的 12 pro max 128的 无锁 你机活会使用也可以 冲信的吧 冲信的冲信就可以 不止啊 这个有科并证定着 拿拿上来看一看吗 这不是这样的 啊 他等进口会使用哪呢 还等激活会使用的呢 激活未使用的 这个老哥呢 有点没看上这台机器啊 他说这台机器呢 有点这个苹果标这个位置有点小划痕 然后包括这个尾叉这个位置哈 有点小划痕 那没看上咱就去看下一台不纠结 又带他去了下一家经常拿货的档口啊 老哥呢 小心翼翼的擦拭着屏幕 看一下这台机器哈 充电数数只有三次 再保249天 外观整体比之前那台要新好多 老哥对这台机比较满意啊 看老板娘了 因为熟客还比较这个配合 还特意的这个把手机这个 展示一下给我们方式方便拍视频 记下串号拿走 这台充电三次 再保将近300天的手机啊 市场售价在6600左右 你自己点了 又得靠 哦 充电三次 那就便宜了充电三次 都正常了 主要有就是测试一下机器的基本功能哈 功能全部正常 这个兄弟带他机器买完了还满意吧 满意 满意 然后呢 这个那个标签不要死掉 不要死掉这边有保修的 然后我不停找我 然后你现在不要去贴门吗 贴门的话 你就是让他拿来刀片把这个那种割一下就行了 给我把它整个的吃下来 好吧 然后我就送到这了 兄弟 然后我上回来 你就搁这贴就行了 好 走了 拜拜 兄弟 回见 回见 下次再见 好了 继续找货